感谢韩荣 再忙碗帮忙读一下 《大家欢喜来读圣讯》 大家欢喜来读圣讯 当清晨的钟声敲响 唤醒我沉睡的心灵 一天的早课即将开始 学院的菩萨们已陆续上线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讯 让我一次次与仙佛更亲近 感谢仙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良 愿一切都品质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世界大同的圣讯 今天我们天下为公 今天是最后一段了 天下为公 那这个部分昨天我们有上过的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那树珠有在线上吗 不学炫愈变古时 仅于无瑕疵 爱爱寒光银杏前 人暂听响胡子 知音悬外西弹子 二六报时时 天开科世点火眼 光霞万丈子 如秋而止自为世 灯堂梅日时 残疾其子在干世 奸善贤子 贤于此 景起泼难应指使 动尽心念此 降本流墨生万户 入境赎猜此 昨天我们谈到的这一段 主要是谈一个实践 公天下的动力 那个动力就是四个字 叫做真诚守中 真诚当然就是最重要是不自欺 那不自欺是为了 让我们身上这颗美意 能够保有 它的美意而无瑕疵 没有任何瑕疵 也就是佛心本性 美好的本质 能够得到充分的花卉 那怎么做呢 佛老师教我们要二六时钟 要懂得涵养 那从涵养太和 太和就是至中和 至中和才有办法 跟天地整个运行的道理 相和 叫做天地未焉 万物于人 那能够这样子做的话 常印常进 常清静以 就是心就能够很清静 没有杂念 那那个时候叫做真人作主 心不随外境而转 就是信王自如如 韩蓉再帮我们读一下这一页好了 言诞自甘去奢侈 真干贤良事 替天行道正义至 免招神圣直 免归月举出轨路 妇曹软会死 头角展然行正直 慧霞断鱼痴 刀至磊事至六事 冰冻击三尺 定静安律解消除 承愿当不辞 悉心盛业立红事 贺命惨宗子 光耀门眉得阴至 为名天何之 好 这个地方是佛老师告诉我们 很慈悲给我们提点说 这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的实践 就是大同实践 这个理想的实践 其实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努力为实践天下为公的理想 然后那个实践的过程 其实就是自我最好的修炼过程 那个叫做真修实践 因为借着实践大同的理想 可以来改毛病 气脾气 成就一个标准的白杨天使 也能够借此 来实现那个我们的愿力 因为有那个愿力 就能够跟上天相契合 因为我们都是趁愿而来 了愿而归 了愿了罪 修道就是这样 那因为有那个实践大同理想 公天下的理念 所以我们就是 所思所言所行 就是待天先化 接引众生 回归礼天 好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后面几段 恕诸 直说骗赏 勺华士 定白探动止 有花看者时若齿 假尔空则之 时光飞逝 今天我们修半道 要把握时机 因时光一下就消失 莫等待 莫等白头发白了 牙齿动摇了 想要修要办 也力不从心了 唐诗 金楼衣 劝君莫洗金楼衣 劝君洗取少年时 花开 看者直虚者 莫待无花空折之 传开不等后来刻 修办不能迟疑 马上加边要快 以免错过时机后回忆 后面这个地方 佛罗老师是勉励我们 修道不怕慢 只怕站 所以不要有迟疑 要赶快快马加边 因为时间 有时候天催地赶 时光飞逝 如果我们不懂得把握时机 就像现在是最好的修办时机 以前前人被他们有关考的磨练跟锻炼 反而他们非常的发心 非常的努力 现在没有了 反而大家怠惰了 有时候很快 头发就白了 牙齿就冻掉了 所以应该要 欠金莫洗精里 欠金洗洗少年时 赶快努力 好 韩荣 亡羊补牢非太迟 白羊飘旗智 推心致富 择散职 亦友 伴良师 以往没做到的 现在赶紧积极修办 还不算太晚 因正直白羊旗 应运好收到 与人要以真诚心相待 而且要折散固执 守着正道 选亦友 才能互相切磋研究 如师如有 以前没有做好的 没有做到的 没有把握的 亡羊补牢 就是赶快把握时间 现在做还来得及了 但是 一定要有那份真诚的心 而且要努力 不要变来变去 一旦心性不定 那就很难了 所以要折散固执 那个心性要很稳定 然后当然 也要跟大家一起来 互相切磋 如师亦友 执手 执手中 静印印然 执取滋滋来 遗落 其眼去本质 招三两不止 要谨慎 恭敬的 尽忠 执手 勉励自己 不要倦怠 如果失去 自己的本言 行事或 说话失利 顾虑不周全 会无法专心修办 要好好的修正 我们自己 尽量恢复 我们的本来面目 这里告诉我们 一定要谨慎恭敬 尽忠职守 要知道自己的 我们是怀抱着眼大的理想 就是要实践世界大同 天下为公 以这个当作我们 努力的目标 尽忠职守 而且不要见待 用这样子 佛老师其实 前面有跟我们提点 借这个是最好的修炼 用来修炼自己 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去努力 这是对我们来讲 是最好的修炼 这样子也可以 慢慢慢慢 我们可以恢复 我们的本来面目 韩荣 三三坡上 有尘炎 度众返摇池 经诗望真诗 诗仙悟 一起类经诗 在三三坡 曾说过 陛下誓愿 要度众返回无极礼天 但是今天都忘了 先天本来的面目 回忆起来 不经泪流满面 在三三坡 一别六万年 当我们要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答应 我们的老母 老母就明明上帝 说要下来自理世间 要度众返摇池 但是一来就迷失了 这个望真诗仙悟 这是我们老母 其实有给我们一个随身宝 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最美好的本质 这些如果没有花灰 就很难度众 反摇池 这样子让人想起来 尤其老母就每天不尽 泪流满面 好 这一段 我们整个再来复习一下 韩荣 人说骗赏 韶华氏 并白 暗洞耻 有花堪折 食若池 嘎而空折之 黄羊补牢 非太池 白羊飘其至 开心致富 则散直 亦有半良师 只手中尽 只手中尽 应应然 失去滋滋来 一若己言去本直 朝三两不直 三三坡上有层言 度众反摇池 经诗望真 失先物 一起泪经诗 我们这一段的重点 其实也是在提点 我们完成 公天下理想的一些要领 最大的要领 就是要把握加光 快马加鞭 不要懈怠了 以免错过好时机 要赶快努力 第二 就是要懂得 现在这个时期 叫做白羊期 白羊应应 其实是 在生活当中来修 反而好修到 但是 它的重点 最重要 就是要先有 那一份真诚的心 真诚待人 则善固执 就是心性要很稳定 不要变来变去 那守着正道 良师亦有相切磋 还有呢 我们 在实践这个公天下的过程 一定要谨慎恭敬 尽忠职守 借这个来修炼自己 努力恢复本来面目 这个 勿忘誓言 杜仲还礼天 树珠来帮我们 读一下这一页 顶路团息苦难境 恋战欲遮本 全民寻思无气凉 处法归普世 人生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与很多的牵绊 跟苦难 如果贪恋红尘的种种欲望 会遮住我们的本来面目 而且让一切权利明慧 失欲遮住 会使我们庞大的 才能无法发挥出来 私心没法去持 则要快品出一切 回归至无实的本来面目 才能反普归真 好 前面提到说 实践大同理想 供天下的过程 就是最好的自我修炼 那这一段过程 有很多的考验锻炼 有各种的挫折 有很多的牵绊苦难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贪恋红尘 种种的欲望 也会遮住我们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个就是 对我们的一种锻炼 还有一切的权利 名位 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那一份心智 好 所以让我们呢 那个美好的本质 那个本身无法发挥出来 所以这一段过程 都是一种历练的过程 但是心中的那个理想 绝对不能 没有了 就是那个实践大同的理想 如果有那个理想 一直能够努力努力 往这个目标去实践 这一些困难挫折的磨练 其实变成是一种 锻炼本来面目最好的一种锻炼 那种环谱归贞的过程 那韩荣 梦者诉措 有要事 顿开 见学而 玄珍来自 己本能 此害 擦何时 白杨修士 要寻着老家 去找 本来面目 才能知道 真主人 在何处 玄妙的真理 原本 来自自己 本自 巨竹 要显露 出来 所以 此害相掐 就是告诉我们 真如本性 就是纯善的 要懂得隐恶扬善 才是自信 如能做到 就能与上天相感通 如同在老母身边 所以实现世界大宗的 整个过程 那个理想的完成 其实也就是在找回 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一个过程 如果 我们能够朝着这个目标 不断地努力 就知道 我们的真主人 原来在哪里 原来在自己的身上 本自寄主 那我们 透过明师的指点 只害相敲 怀中宝 找回我们的真 纯真 那个赤子心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慢慢地会回到 我们的本来面目 好 宿诸 和乐且如成婚事 天伦多诗事 确报为皇天的事 皇胎鼎立住 和老母同居在一起 能成婚不是 这种天伦多诗事 多逍遥快乐 在这当中 喜却带来皇天 要大开普度的好消息 公常子系领天命 所有的皇胎 诸天神圣 万仙菩萨 均要鼎立相助 完成旨意大事 好 那为什么跟我们讲说 现在是最好的一个 时刻要懂得把握 因为上天大开普度 派来明师 公常子系来带领我们 那还有诸天仙佛 万仙菩萨 来大帮助到 等于说 我们在实践 这个大同理想的过程 其实是不寂寞的 而且我们的心 其实就跟老母的心 记在一起一样 只要我们为这个理想 为度化众生在努力 我们就跟上天老母 跟老师 跟诸佛菩萨 那个心相通 那个感受是非常的 其实是 当下是非常逍遥快乐的 韩荣 莫本水源念儿祖 王仆痛废师 丰目贤卑高于枯 盛中追远之 莫有本水有缘 知道故家乡在哪里 就要尽孝于老母 首先要从孝道做起 王仆是一个孝子 他的母亲怕打雷 他的母亲过世后 每次打雷 他就跑到他母亲的坟墓旁 陪伴母亲 因他洗毒诗经 诗经有 哀哀父母 生我取劳 他读到这句 就一直掉眼泪 他的门人 就将这篇废除 希望减少他的痛苦 有句话说 树欲尽 而风不止 子子欲养 而轻不带 乃桌巢 孝子高瑜所讲 当父母过世后 我们要顺忠追远 表达内心 对父母尊敬 及哀思 父母不能长久奉扬 能静孝 当快静孝 好这个我们在前面读百孝经圣信的时候 也有读到这一段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跟我们提点啊 木本水源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实践大同的理想 我们就会了解我们的来源 我们当年是从礼天 山山坡下来的 来到人间接受锻炼 首先孝替野者 其为人之本以 一定要先把孝道做好 那孝道呢 是一切德性的本源 因为百善孝为先 自己一定要先内圣的公屋先修好 才有办法真正去实践大同的理想 那个苏珠 前校体恤 无滋滋 吃虽如道指 银血密远述远远远之 修道为这思 所以今天要体会上天的用意 做一个真正的孝子 就没有批评 不要学道妥放纵交恨 修道要饮水诗言 回到初中 这乃是修道最重要的一条路 好 要当一个实践大同理想的百洋天使 这一个百洋天使 也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一定要先把孝道做好了 不要写那个道指 那种放纵交恨 而且要懂得饮水诗言 而且要把自己本身 内圣的功夫 内得的涵养做好 韩荣来帮我们读一下 最后有一个结尾 灰红的气度 无忧的面目 永保持住 圣因缘远之 则不舔父母 习此光景的 切实去三读 天地护佑 此圣会令闻 道好指名路 好 佛佛老师 在这一篇 整个圣信的最后的结尾 就是天下为公 这篇圣信 提点我们说 灰红的气度 这个 借着实践 天下为公的理想 就可以培养我们那种 灰红的气度 无忧的面目 也能够让我们保持 那一种 很好的 内得的涵养 而且 能够有那一份真诚 来带每一个 善因缘 努力去实践 叫做度化众生 还回礼天 这样就不会舔父母 不舔父母就是说 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孝道 所以要把握这个光景 气除贪嗔痴的三度 就是自己一定要先内修修好 内得的涵养 涵养好 那自然能够得到天地的护佑 这个圣会 是很难得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好 那这整段呢 有它的意思 我们 这个请 苏珠来帮我们读一下 尽量要宽大 心有多宽 路座有多广 凡事则看开看淡 怎会有忧虑 向游新生 自然脸上 所呈现的 就是内心的写照 要永远保持 这样的心境 也要保持 自这颗道心 谨慎这个好活源 去珍惜它 圆满它 才不会入墨了 父母的养育之恩 并且要珍惜 现在能修可 能修可办的佳期 切切实实的把毛病提起 十二八血 贪嗔痴 爱去 除掉 只要真心 诚意 诸天神圣 万仙菩萨 定能护佑 能应时应运 参与此次 白杨普度的圣会 真是一条真名路 是上天明明白白 指示的一条名路 好 所以佛黄老师 这最后给我们的提点 老师很慈悲 其实我们慢慢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以人间净土 大同理想当作我们努力的目标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出来了 我们去做了 心量就越来越宽广 那我们的佛性本身 借着这个过程就可以接受锻炼 然后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懂得做人应该有的一些基本道理 先把孝道做好 然后把十二八血 贪嗔痴这些去掉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因为你如果要去实践 那种人间净土 你自己本身一定要先能够清静自己 你要实践大同理想 那种恭天下 那你一定要改毛病气脾气 要有那一份真诚 还可以跟诸佛菩萨相感同 得到诸佛菩萨的护佑 甚至我们就会了解自己 走的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好 那整个信中信 韩荣来再帮我们读一下 大道流行不济年 升天升地造化权 运行有序日月转 张扬万物师永全 深受德责福绵绵 仍在其中享恩典 没有邪思与杂念 傍然正气自展现 可喜内在如来眼 不止外表菩萨面 乾坤同等性一样 天真活泼性光鲜 好 这一个天下为公的信中信 它是从行也 天下为公这几个字 那前面我们已经上过了 这个地方是从 人在其中享恩典这边开始 我们要懂得感恩 没有邪思啊 没有杂念啊 要赡养我们的浩然正气 那展开我们的如来眼 来度众 来行菩萨行 展现我们的菩萨面 乾坤同等性 天真活泼性光鲜 好 最后我们来读一读 这篇叫做何谓天命 因为这一本天下大同 就在同一宫批出来的 我们佛博老师也曾在同一宫批 跟我们慈悲何谓天命 那个苏珠来帮我们读一下 何谓天命 莫知为而为者天也 莫知至而至者命也 天命 没有人刻意去指使 没有人刻意去做 他会自然形成 自然到来的就叫做天命 我们对这个天命两个字 常常有各种的解释 有人把它无限的一种扩充 甚至认为谁才有谁没有 其实天命的主权在天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不可以代天先判 真正天命的内涵 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莫知为而为者天也 莫知至而至者命也 这个天命这样子来看 就有点像道的一种自然造化了 你看这个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 这些都是莫知为而为者 莫知至而至者 所以没有人刻意去指使 没有人刻意去做的 自然形成的就叫做天命 这个是先把天命的根本内涵 跟我们做的提点 韩荣 点传师的天命是谁给的 是你们老点传师吗 还是你们老前人 成前人 你们老点传师 只是尽他一份心 做他传承的工作 把他认为好的人才提拔上来 那你们老前人 成前人 也只是把他们认为好的人才 推荐给上天 点传师的天命是老天给的 点传师当初领的是什么命 当初点传师领的是点传师命 为师要告诉各位 天命不是固定在谁的身上 天命是有德性的人才能保有他 所以我们当点传师 要培养自己的德性 点传师之间要互相帮忙 互相提息 你的兄弟姐妹好 自己脸上也有光彩 我的兄弟姐妹不好 我出去也觉得不好意思 这就是一种互相照应 互相提拔 所以点传师要团结 要合作 要以道场与众生的利益 为最终的目标 所以佛老师很慈悲 给我们做了很重要的提点 其实每个人都有天命 天命只是有不同的职责 有人是当点传 有人当讲师 有人帮办事 但是天命是从哪边来的呢 都是老天给的 老天为什么会给呢 因为他有德性 所以有德性的人才能保有天命 所以每个人都要培养自己的德性 当点传的 当然更要去保存 这个德性 在平常生活当中 就要去实践 去涵养自己的德性 多去互相帮忙 互相提息 兄弟姐妹都好了 自己脸上也有光彩 兄弟姐妹不好 那自己也不好 意思就是说 不是自己好就好了 要培养德性 就是要多去帮助别人 互相关照 互相提拔 要团结 要合作 好 再来是何时止度 请宿珠来帮我们读一下 何时止度 在老天还没有止度之前 就是先火菩萨也敢叫任何一个人 不要办到 因为这是一事修一事成的良辰佳期 各立元胎佛子 不知道修了几世 等了几百年才遇上三朝普渡 这个机会错过了 谁能保证还有以后 至于什么时候止度 徒儿们不用怀恼 时候到了 老天自然会垂向 自然会指示 到时候你想办 恐怕也无法再办 因为我们有些傻徒儿去问老师 比如说老前人不在啦 或是前人不在啦 那是不是就没天命呢 就止度了 那其实呢 老天根本没有止度 那是我们人自己在想的 自己去认定的 带天去先判的 因为九六元佛子都还没度回去 怎么可能止度呢 当年我们从山山坡下来 立的愿 就是要把兄弟姐妹都度回去 这个很多人都是趁宴再来 要来度化众生 众生还没度尽 怎么可能止度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上天的意思 用意 大开谱度的用意 那自然而然 每个人要去努力 没有所谓的止度的问题 所以佛老师很慈悲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 对 我们下个礼拜 一二三 三天因为 后学 我们有点传师的班 所以 这三天的成读 都要暂停 那我们要到礼拜四 再恢复 这个我们的成读 那在这边呢 也跟大家拜个晚年